这一周我们 尼克飓风将生成亚热带风暴时期 L持续增强靠近或越过美国巴哈马 97L在未来36小时内发展为热带气旋的几率30% 位于百慕大以东 约650英里的低压区 正在地面中心以东产生无需震雨和雷暴 正加速向东北方向移动 向较冷的水域移动 同时仍处于高空强风区 亚热带风暴时期 尼克预计从今晚开始 巴哈马西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飓风状况 和危险的风暴潮 飓风警告生效 周三或周三晚上 可能会达飓风条件 它靠近或越过巴哈马西北部 尼克将在周三晚上和周四 在佛罗里达半岛产生强降雨 中心附近有有限的深对流活动 强度变化不大 目前强度估计保持最大持续风速为 50英里每小时40节 亚热带风暴尼克集中在附近 北纬26.6度 西津70.6度 尼克正在中上层低点的东北侧 缓慢向西北移动 气旋可能会在佛罗里达州北部附近的海极 西部外围移动 在第四天左右进入美国中东部之前 向东北方向加速 预测期结束前 尼克应会继续向东北方向加速 美国真的也是多灾多难 疫情都还没缓解 经济一塌糊涂 现在飓风又一个一个来报道 不知道这次的尼克飓风 会带来美国有多大的灾害呢 家人们请用喜悦的心 幸运的手 帮我们按下订阅的按钮 再周我们平静的小日子 Goodbye